30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批院复兴路地铁站 武科松地铁站 手掌的车这是参加一体告别的 运动已恢复 留个纪念送总理 你没纪念我有纪念 你小 我是那年代经历过的 明白吗 你还不让拍照 就送最后这么一段 你们懂吗 不是懂吗 恩来的时候我们就送周总理 李总理我们送一场怎么了 是啊 你就接着我 接着我不让我过去 然后我在这我留个纪念 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谁给你的令啊 我问你谁给你的令啊 本来老百姓就有想法 你还逼着老百姓在这是不是您说 你没想法 你年轻知道吧 你有激情 我们这个年代活过来的 我们活得淡然坦然了 都明白了 谁得跟我这 你说我这 还别拍了 就是警察 就是空间 污染 天气不好 送总理 我拍照 我拍照有什么呀 你还不让拍了 连他们这点自由都没了 你说 我能没意见吗 冲击小伙子我就有意见 你看 你看动我这没拍照 是不是小伙子 你非得把我 他们气 气出个好胆来 是不是 本来我身体就不好 不愿意跟你们他妈生 运动已暂停 我们大家送总理 送总理说不这样 就让我们上大街了 知道吧 现在弄到这样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还跟我这 还还不让拍 不让我拍 我侵犯你隐私了吗 小伙子 运动已恢复 本来就一肚子想法 说说 别说了 这知道就不 咱回家说 咱回家说 哪天路上碰面咱聊天 今儿不聊 是不是 你小伙子不懂事 太年轻 你们出事闹事 都是你们那帮年轻的闹 什么玩意儿 非得让我生一肚子气 是我他们的党教育 一辈子了 五十多年了 我不懂这个 都用小屁孩给我上课 一大早 今天就守在了北京的街头 特意的为李克强来进个行 来送一送最后一程 结果呢 北京今天街头啊 大概有五米不到的距离 就有一个港哨 这港哨就是个黑衣人 但这个黑衣人 你说他是公安呢 是国保呢 是国安呢 还是聘请的特殊的临时工 反正只要看到民众拿出手机来啊 就会去阻挡 于是这个老大爷 本来只是想来送一送李克强最后一程 结果把他满肚子的怒火 都给勾了出来 老百姓对于李克强的死 本来就有想法 那除了一肚子的想法 一肚子的气 我相信啊 中国很多民众 对于李克强的死 也是一肚子的问号 但是今天北京街头啊 很怪的情况是 大家上街来 或者说留念一下 纪念一下 送别一下李克强最后一程 居然啊 有民众 有北京的女士 在大街上 就被黑衣人 给直接掳走了 而且是捂着嘴巴掳走的 事情发生的地点呢 是在北京上庄的东街 也就是李克强的灵车啊 经过的一个地方 这名女子就被 你看大家看到 有四名黑衣人 直接把他给带走了 一边带走一边用手还捂住他的嘴巴 而这位女士呢 不停的在挣扎当中 极力的想发出声来 结果周围的几位男士啊 就是不让他来说话 那到底这位女士 他在现场 他之前说了什么 或者他准备想要说什么呢 遭到身边的四个标形大汉 把他拦截下来 捂住嘴巴 给扭送带走呢 是喊了李克强是被毒死的呢 是为李克强在明渊教区呢 还是仅仅就喊了一句 这个总理一路好走呢 那如果说是 他仅仅喊了一句 总理一路走好 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悼念怀念 你官方凭什么把他带走呢 那无外乎大家都会猜测 这位女士是不是喊了一些 不该喊的东西 或者说官方 绝对禁止大家去喊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从当局 这样一个抓捕的 无嘴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看到了某种心虚 某种害怕 那到底是害怕什么呢 心虚什么呢 今天同样的是 共国国务院的前总理 李克强的葬礼 之前大家都在猜测 李克强的葬礼 到底是什么样的级别 葬礼当中 到底会有哪些人出现 习近平会不会出现 之前在互联网上 很多人说 各个地方 比如说学校里面 或者说一些党委机关里面 说传出了信息 11月2号这天 就是李克强的葬礼火化的这一天 学校里面也好 这个机关也好 不要降半旗 可是今天我们从互联网当中 看到的一些实拍照片 证明 不论是中国的一些学校 还是一些机关单位 还是政府部门 包括一些中国的驻外使领馆 香港澳门 都降半旗之哀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想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民众 从李克强去世的第一时间开始 谣言不断 猜测不断 阴谋论不断 第一 是因为官方之前 没有给出任何的信息 第二 大家对于中共官方 永远都不说真话的态度 已经是彻底的心寒了 各种悼念活动也好 各种谣言猜测也好 其实多半都是表达 对这个政党 对习近平当局的不信任 一种埋怨 一种气愤 就像刚才这位大爷似的 有一肚子的气 一肚子的疑问 那总要找一些渠道来宣泄吧 当然在今天 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当中 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信息 比如说 中共官方新华社 今天发布了信息 说李克强的遗体火化 在北京正在进行 而习近平等一些 中共的领导高层 都到八宝山革命公布 去送别 大家看到下面的一些小字 这小字当中讲什么呢 在李克强这一次在上海 突发心脏病之后 送医的抢救期间 以及去世之后 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 等一些中共的高层领导 都前往医院去看望 还表达了一些慰问 这就让大家越发产生联想 因为之前官方的媒体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于李克强 突发心脏病之后 在上海医院急救的官方信息 很多民众估计也是在互联网当中看到了一支影片 从高空俯拍下来的 据传是李克强当时被送往了上海曙光医院进行抢救 也没有拍到曙光医院内部是什么呀 就是拍到了曙光医院的外面 有车来车往的 有医务人员着急忙慌的 有布置零车的等等一系列画面 一直到车进去 然后整个街道清空了 零车开出了曙光医院 最后把遗体送往了北京 这也就是今天在互联网上疯传的 李克强在上海的曙光医院抢救的部分过程 因为咱们只能说它是部分过程 里边的情况怎么救的 怎么医治的完全不知道 另外据说是曙光医院的内部人员 就是医务人员口述了一段话 说李克强到医院的时候 确实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救措施 但是他们医院的对于心脏病的抢救的能力 不如其他的一些上海的专科医院 虽然他们医院也是上海的一家综合型的三甲医院 还说后来其他医院的一些专家 当时就说在抢救李克强的时候 那肯定要从外面的医院调专家过来 结果李克强据说是26号的时候 发病之后赶在半个小时以内 送到了上海曙光医院 可是外面医院调过去的专家 直到27号的下午才到了曙光医院 那这时候人已经凉了 或者说人基本上就快凉了 那去还有什么用呢 基本上就是医务人员去 这专家教授去就是去送别的 好 这就是整个的目前我们所知的 李克强在上海的抢救的过程 之前没有任何半点信息 说中共的高层领导习近平他们有去看过 有去慰问过 所以有网友猜测 那如果今天官方讲的这个信息是真的 当时李克强抢救的时候 习近平去了医院 那基本上就坐实了 之前民间的访见的一些阴谋论的猜测 当然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来推测 那就是习近平他们 中共的那些政治局的高层 在李克强在上海曙光医院抢救的过程当中 根本就没有人去医院 因为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事发太突然 第二个呢 抢救的过程当中也根本不可能允许 有这些所谓的领导去慰问 这是从逻辑上来说不存在的 那为什么今天中共官方会有这样一则信息出来呢 说白了 就是之前官方已经通过信息告诉大家 李克强的葬礼 包括一些智丧的后事的安排 要照搬之前 中国另外一位前国务院的总理 李鹏的规格来办 而中共官方媒体呢 多年以下来积累了一个经验啊 就是这些复告啊 复文啊 多半 照搬 只是把一些人名啊 时间啊 稍作改动 那这一次官方在做改动的时候啊 犯了一个错误 就照搬的时候偷了一下懒 把当中的一些细节啊 给忽略掉了 那当时李鹏在医院治疗期间 那确实是有中共的领导高层 去慰问表达他们的关怀 那这一次呢 没有 结果啊 这一段没有删掉 照搬进去了 造出了这么一个乌龙事件 但这个乌龙事件 咱们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有意而为之 还是无心之事 总之吧 习近平等中共高层 去医院看了李克强 今天成为了大家 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 或者说 再次引爆大家 无限的遐想跟猜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共的官方媒体 今天还说了那些信息呢 同样是新华社 新华社今天发了一篇 对于李克强的生平的介绍 介绍当中啊 特别强调了几点 第一 强调李克强 讲政治 顾全大局 把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 放在首位 并且说他 从头到尾 是切实的做到了 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 为党禁止 而且啊 这个当中还特别强调了一点 就是李克强在2023年3月份 在退休之后 他对于党的态度怎么样呢 文章特别说 李克强从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之后 他依然坚决的拥护和支持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这仿佛在告诉大家 之前大家的猜测 说什么习近平 做局 把李克强给送走了 这是谣言 且不说习近平是什么态度 李克强退休之后 官方认定 官方从他的一言一行 对他的判断就是 不论是在港还是退休 一以贯之的 坚决的拥护习近平 拥护习核心 绝对没有二心 那既然他没有二心的话呢 他跟习近平之间也不会有分歧 也不会有冲突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就在今天 习近平协同他的夫人彭丽媛 还有中共的众常委们 去到李克强的葬礼的现场 去进行调宴 去慰问 好 这就是习近平今天去 参加一体告别仪式 我们刚才看到 习近平在握住 立克强的夫人 立克强的遗孀 程鸿女士的时候 大家看程鸿女士那个眼神啊 几乎没有正眼的看习近平 稍微的瞥了一眼 马上躲避掉 当然这个躲避是为什么呢 咱不知道 但是大家看到之后 他在握其他领导人手的时候 包括第二个握李强手的时候 那种感激 那种热气 包括在跟其他领导人 在一起握手的时候 那种状态 跟习近平握手的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自己可能通过这个事件 对习近平真的有一些想法 今天在立克强的 安徽老家合肥的红星路 据说在李克强老家那个二楼啊 突然发现了一只黑蝴蝶 大家愤愤的拿出手机来拍照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黑蝴蝶 到底它象征着什么 可能每一个人对这个黑蝴蝶 有不同的解读 今天有中国的网友 居然发现在互联网上 你要搜索李克强的照片 包括前两天 在李克强的老家 安徽合肥的红星像 包括在他的老宅 相关的一些纪念照片 居然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 没有了 大家不知道 除了这个照片没了 今天也有网友发现 李克强曾经跟他的 在北京大学的导师 利宁先生合著的一本书 书当中呢 有利克强的名字 也有他导师的名字 可是今天网友发现啊 这本书居然在中国的 应该说是官方的一个书店 就新华书店的网店当中 这本书有可是书当中 利克强的名字 打上了马萨克 打了模糊 去问相关的原因呢 新华书店表示啊 是受到了某些要求 说一个住在北京 玉泉山的一个老大爷 他呢 今天一大早 大概八点来钟的时候 就想着赶紧的到街边 去送利克强最后一路 按照传统中共领导人最后的葬礼啊 一定是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么车程要进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呢 就必须要经过那一段 所以民众觉得他去了那之后 一定能够等到 一定能够拍到 结果这老大爷去了之后啊 没有拍到 没有拍到之后呢 他就有点 心里边有点不舒适 结果在回去的路途当中啊 他碰到了一个小伙子 那小伙子跟他说呢 说已经过去了 他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就算他的腿脚不好 他从他们家走到那 大不了最多就是20分钟 按照他的估计啊 这个车不可能那么早就过去 所以他是觉得他一定能够赶得上来 结果他没有赶上 所以这则新闻今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感受 中国民众都在期待着 能够送李克强最后一程 结果官方呢 从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就没有给出准确的信息 根本就没有给民众聚集的机会 明眼人都知道 现在中国官方最怕什么呀 最怕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借着李克强逝世的这个事 有一些民间的大型的悼念活动 就怕大家聚集 甚至就怕大家喊口号 公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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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人喊 太过分 公里好